你见过这么体罚学生的老师吗 他把所有成绩不好的学生都叫到了讲台上 先是询问每个人父亲的工作 当他得知对方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人时 便可以对其肆无忌惮地打骂 被他打的学生全都不敢吭声 但也有一个例外 今天老师碰到了一个硬茬子 他叫袁瑞 他的父亲是一个黑帮的老大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韩国 袁瑞有三个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 其中东珠家境最差 和袁瑞一样 他也是经常在学校里惹麻烦的问题分子 荣赫能言善变 是四个人中的开心果 而山泰则是四人之中 最为勤奋的 经常考全校第一的成绩 他们虽然出身家境不同 性格也迥异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四人之间的友情 他们从小一起追过汽车尾气 一起看过黄色录像机 后来他们被分到了不同的中学 这天一间中学里举办了校庆纪念联欢会 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被邀请参加 袁瑞等人自然一同前往了联欢会现场 作为压轴出场的是由七名女孩子组成的彩虹乐队 当主唱出场的那一刻 连刚才还在打闹的男孩子们也都变得安静了起来 看着舞台上的女孩 每个男孩都陷入了沉思 这是他们涉事未深的人生里所能想象到的女孩子最完美的样子 之后的日子里就连一心都在学习上的山泰 也会在每天学习的时候用录音机播放女孩的歌声 这天放学 荣赫神神秘秘的找上了山泰 原来他是想邀请山泰周末一起去袁瑞家玩 山泰本想推托 但荣赫告诉他和他们一起去袁瑞家玩的还有彩虹乐队的主唱《真书》 哪个少年不多情 哪个少女不怀春 山泰听了荣赫的话后便没能拒绝 为了见女孩 山泰特地挑选了一件干净的衬衫 并且出门时在手帕上喷上了母亲的香水 没想到到了袁瑞家以后 袁瑞竟然拿出了他的手帕 向众人调侃起他来 这让山泰非常生气 于是他和袁瑞决定去天台冷静一下 原来袁瑞调侃山泰 是因为他来自己家只是为了见那些女孩而不是自己 山泰为自己的重色轻友向袁瑞表示道歉 但袁瑞却告诉他 朋友之间无需说这些 说吧 他便问起山泰喜欢哪个女孩 山泰如实告诉了袁瑞 于是袁瑞便把《真书》叫了出来 让山泰有了与其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也许是山泰第一次与陌生女孩说话 山泰的腼腆激起了真书的好奇心 他的身边一直被坏小子围绕 很少遇到像山泰这样单纯的男孩 于是真书亲吻了山泰 感受着女孩带着香气的呼吸 山泰有些不知所措 有人欢喜便有人忧愁 东珠同样喜欢真书 于是他来到厕所 质问袁瑞为什么要把真书让给山泰 明明自己也喜欢他 难道自己在他眼中就只是一个跟班奴才吗 东珠越说越激动 竟直接搭上了袁瑞的肩膀 这个行为激怒了袁瑞 他问东珠是不是想死 东珠听完后 愤怒的想要朝袁瑞挥舞拳头 但他终究没有敢动手 一方面 袁瑞从小到大便是同龄孩子里的打架王 另一方面 袁瑞的父亲是黑帮老大 而他的父亲则是一名殡遗员 这让他在袁瑞面前一直有一种深深的自卑 也许是这件事让东珠心中 第一次与袁瑞之间产生了隔阂 但青春期的这种不快 很快便随着旺盛的荷尔蒙一起 烟消云散 不过从这一天起 勤奋的山泰也学会了逃课 因为他与真叔正式开始了交往 这天山泰又没有上课 而是与真叔一起前往了溜冰场 在溜冰场里 山泰看到了几个坏小子在调戏真叔 他虽然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但是心中也从不缺乏男子汉应该有的勇敢 于是山泰冲上前推倒了对方 没想到对方竟然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把刀子 吓唬山泰 就在这时 袁瑞和东珠及时赶到 对方知道这两人的厉害 于是跪在地上没敢还手 袁瑞让山泰亲手教训了之前欺负他的那些人 袁瑞告诉山泰 下次再动手时要更狠一点 打到对方害怕 这样就不会有人再来欺负他 第二天 容赫提议几人一起去看电影 不过要由最后一个到电影院的人买票 说吧 他便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 山泰也不甘落后 剩下袁瑞和东珠两人在原地相视一笑 可没想到 下一秒 袁瑞也像剑一般冲了出去 这可把东珠给气坏了 至少在这个瞬间 他们之间的友谊还依旧如从前一样 纯洁没有变质 到了电影院门口 他们才发现 今天来看电影的人非常多 电影上映的过程中 山泰与容赫跑去上厕所 可没想到冤家路窄 他们竟然在厕所里遇到了之前那些坏小子 对方把山泰围起来殴打 荣赫连忙跑出去叫东珠和袁瑞帮忙 可今天来电影院里看电影的 全都是对方学校的学生 他们眼看自己的同学被打 也全都跑了过来帮忙 于是山泰四人被对方堵在了楼梯角落里 虽然袁瑞和东珠非常勇猛 但依旧是寡不敌众 他们每个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这起恶劣的打架事件 很快被他们四人所在的学校知道 东珠和袁瑞为此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荣赫也被迫转学 东珠对这个处理结果非常不服气 于是带着铁棍来到学校 看到东西就砸 随后他又来到了教导处 他告诉这些老师 别让自己在大街上碰到他们 否则箭一次打一次 山泰心里非常内疚 他知道就是因为自己 才导致了现在这个结果 于是山泰偷偷拿走了父母的钱 交给了袁瑞 让袁瑞带自己一起闯荡 但袁瑞拒绝了他的提议 因为他不愿意耽误自己好朋友的前途 他变成现在这样 是因为他的家庭 他有一个混黑道的父亲 但山泰不同 山泰听从了袁瑞的话 把钱放回了原处 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山泰回去后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不久他和荣赫一起考上了大学 利用暑假 他们来到袁瑞家看望袁瑞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给他们俩开门的竟然是真书 原来自从当年那起事件过后 每个人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袁瑞和真书走在了一起 但真书过得并不幸福 袁瑞染上了毒瘾 并且性格大变 对真书非打即骂 而袁瑞的父亲为了让他戒毒 不给他生活费 因此袁瑞没有钱买外套 寒冷的冬天 他只能裹紧毯子 在地上瑟瑟发抖 山泰与荣赫见状 与袁瑞寒暄了几句 便选择了离开 回去的路上 两人看到了真书 一个人正坐在路边抽烟 荣赫失去的走开 给两人留下独处的空间 真书告诉山泰 这些年 袁瑞过得非常艰难 自从他们走后 袁瑞的母亲便离开了人世 母亲的离去 让袁瑞非常痛苦 所以他才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山泰听到后 便再次返回袁瑞的家 这一次 他们聊了很多 袁瑞告诉山泰 他母亲的葬礼 是由东珠的父亲 帮忙料理的 一切都很顺利 只不过东珠这次 却无法来与他们相聚 因为东珠 为了能在黑道中出人头地 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这天刚好是圣诞节 袁瑞请求山泰 带他去买一张贺卡 他想要纪念一下死去的母亲 由于袁瑞没有外套 所以两人只能披着一件衣服上街 寒冷的大街上 两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袁瑞请求山泰 在自己老得无法再混黑社会之时 给自己买一辆出租车 山泰答应了他 这句简单的承诺 让袁瑞如获新生 他终于下定决心戒掉毒瘾 不久后 东珠刑满释放 为了能出人头地 他加入了山岗帮 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帮派 比起黑帮 他们更像是无赖 但东珠却无所谓 因为不管做什么 也比像父亲那样 做一个殡仪员 更受人尊敬 不久 袁瑞的父亲去世 山泰由于在服兵役 所以没有来到现场 东珠和荣赫帮忙操持了一切 葬礼结束后 东珠和袁瑞坐在地上聊了很多 东珠告诉袁瑞 从明天开始 自己就会加入山岗帮 袁瑞劝东珠离开帮派 但东珠显然听不进去 从小贫困的家庭 让他一直以来 都比任何人更急迫地想要出人头地 离别时两人握了握手 虽然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但至少他们现在还是朋友 几年后 山泰服完兵役回到了家乡 路上 他碰到了已经成为了黑帮老大的袁瑞 两人见到彼此后 都难以抑制那种激动的心情 于是他们找了一家饭店 聊起了彼此的近况和对未来的规划 山泰表示自己打算出国留学 而袁瑞则说起他对帮派的管理 他表示自己的帮派从来不做那些违背道德底线的事 而山泰则不满 背着山泰走 因为他想要这么做好久了 两人的感情还依旧像从前一样春真 而另一边 东珠这些年却做了很多违背道德的事 为了达到目的 他愿意无所不用其极 在他的帮助下 山港帮这些年迅速发展壮大 甚至已经影响到了袁瑞的帮派 因此 袁瑞的手下向袁瑞建议除掉东珠 但袁瑞听了以后立马表示了拒绝 因为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而且他父母的丧事 也是由东珠帮忙打理的 为了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 袁瑞主动找到了东珠 邀请他今晚一起聚聚 这是一个难得的 他们四人都在的机会 但没想到 东珠却表示 这要看他今晚有没有空 看着性格大变的东珠 袁瑞失望地离开了 晚上 三人都来到了KTV 唯独东珠一人没来 当着两位好朋友的面 袁瑞唱起了自己心中最喜欢的歌 他们的小弟听得如痴如醉 但荣鹤与山泰却一脸茫然 生活环境的差异 让两人已经无法再对袁瑞的痛苦感同身受 另一边 东珠与父亲爆发了巨大的争执 父亲不希望东珠继续混黑社会 于是动手打了东珠 东珠愤怒地夺门而出 他从怀里拿出一落钱 这是他本来打算给父亲的 委屈的东珠准备把钱撕掉 但他最后还是冷静了下来 把钱扔给了屋子里的父亲 父亲的苦心不仅没有让东珠醒悟 反而加剧了他对权力的渴望 于是东珠向警方告密 导致老大被抓 东珠如愿以偿地坐上了老大的位置 与此同时 袁瑞的手下 由于忍受不了东珠的作风 自作主张 决定派人去刺杀东珠 但没想到的是 东珠并没有睡熟 两人被东珠打倒在地 失去了反抗能力 东珠质问两人 是不是袁瑞派他们来的 他拧断了刺客的脚踝 但刺客却咬紧牙关 什么都不肯说 没想到 这反而加深了东珠对袁瑞的怀疑 为了报仇 东珠直接带人杀到了袁瑞的地盘 他不问清楚事情的缘由 就把袁瑞的手下全部杀光 袁瑞由于在外面培训帮派的新人 而侥幸逃过了一劫 看到这些死去的兄弟 和他们悲伤的家人 袁瑞心里非常难受 他不明白东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但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这些死去的人也需要一个交代 尽管袁瑞已经与东珠决裂 但他心里还是抱有一丝幻想 袁瑞在柜子里翻出来一张旧照片 那是他们学生时代一起照的 那时的他们是那么快乐 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找东珠 和他单独聊聊 袁瑞问东珠 那天聚会他为什么没有去 东珠表示自己之后会单独与他们见面 但袁瑞告诉他 山泰今天便会出国留学 他提议和东珠一起去送送山泰 但东珠依然不屑一顾 袁瑞明白东珠真的变了 于是他提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 希望东珠可以去夏威夷待几天 他会替东珠安排好 那样的话一切都会过去的 但东珠怎么会愿意放下 已经得到的权力与地位 更何况他终于能够和袁瑞平起平坐了 于是他反问袁瑞 为什么要离开的不是他呢 听到这里 袁瑞笑了 他知道自己已经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于是便要转身离开 而东珠的手下却拦下了他 东珠告诉手下 今天是袁瑞父亲的忌日 说吧便放了袁瑞 坐在屋子里 东珠回想起袁瑞对自己说的话 我从没有怨恨你 我们不都是奉命行事吗 这句话打动了东珠 他想起了曾经的友谊 于是他站起身 决定去机场送送山泰 可他刚出门便被手下牢牢抱住 东珠依靠出卖老大上尉 所以最终被手下出卖 是他的必然结局 随后路边冲出来无数要刺杀东珠的人 东珠想跑 可又能跑到哪里去呢 他被对方按在电线杆上 反复刺了十多下 就这样 东珠倒在了血泊中 三年后 山泰留学归来 此时 东珠被杀之事 已经不再是新闻 山泰找到了荣赫 荣赫告诉他 袁瑞东躲西藏了两年 他先是躲在了寺庙里 后来又躲在真书那里 最后袁瑞实在受不了内心的折磨 在一家KTV中自残 而被警方发现 警察将袁瑞当成杀死东珠的凶手 抓进了监狱 但不论是东珠的父亲 还是荣赫 都不愿意相信 袁瑞是指使杀死东珠的凶手 甚至荣赫已经打点好了官员 只要袁瑞在法庭上失口否认 就能被无罪释放 可没想到 庭审当天 袁瑞承认了是自己受益杀死了东珠 并且他表示 东珠是自己的朋友 此举引起了全场哗然 山泰来到监狱里 看望服刑的袁瑞 在会见人关系那一栏 他写下了朋友两个字 隔着铁窗 山泰压制住激动的心情 问袁瑞 为什么要承认是他杀死了东珠 袁瑞表示 因为他很困惑 虽然他是黑社会 但却并不能接受 杀了朋友之后 依然逍遥法外 所以他才在法庭上认罪 唯有赎罪方能告慰东珠的在天之灵 望着袁瑞离去的背影 山泰表示自己还会来看他 影片的最后又回到了几人小时候 他们在海边玩耍 然而却离岸边越来越远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我们已经离岸太远了 回去吧 如果真的能够回到过去就好了 也许东珠不会走上黑社会的道路 袁瑞也会和他羡慕的山泰一样 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